大家好,今天的新闻也没有什么了 我看看台湾这边主要是吵着就是关于台积电 要向美国是不是要把那些商业机密拿出来 比方说客户的情况啊,库存的情况啊 谁在订购啊,这些芯片最近缺了,缺货了 这些芯片都谁拿走了 这些对一个台积电,对一个企业来说呢 应该是他的自己的商业秘密 也就是说我卖给谁,这个你外界应该管不着 尤其是一个外国,美国他又不是台湾 如果台湾政府找台积电要这种资料的话 台积电也不一定给,他发展起来 靠他们的聪明才智能够发展到今天 已经不容易了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求你台积电也好 韩国的三星也好,你要把你的商业机密拿来给我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了韩国是有一些反应的 韩国他并没有马上执行这个东西 韩国是准备,我要跟你谈谈 我们交换交换,沟通沟通 韩国目前是这样的一种态度 而在台湾呢,就不是了 台湾从蔡那个地方假装不知道,没这事 那从经济部长王呢 他就说你们自个决定,我们不管 那你说台积电他自己面对美国这么大的压力 他怎么着,给还是不给呢 我之前说了,我认为他肯定会给 因为台湾政府会暗中给这个压力 就是你把他给吧 给完了以后,美国就对我们挺好 如果你不给的话,美国就对我们可能不好 不好到我这个皇帝的宝座 那我怎么能保得住呢 或者说我现在马上又一个巨大的一个军购案 要买武器 买武器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也不想说了 已经说了,就是美国 他坚决的捍卫台湾的是什么东西呢 他捍卫就是我们要帮助你们自我防卫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 就是你找我美国,我给你武器 我给你口头上的声援 我说了你们要怎么怎么样 你们是一个民主的楷模 你们要对抗中共怎么怎么样 我一切一切都支援你 但是我只支援到你自我防卫为止 我不会出兵为你防卫的 所谓自我防卫就是 我给你提供培训 我给你提供这个那个的信息 我把武器 不是,我把落后的武器都给你 你去防卫吧 你看看就算美国给了这么多武器 真正这个台湾的军事和大陆军事 它对等吗 完全不对等 你完全处于劣势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买多少武器 如果它真要动武的话 这个是等于零的 所以毫无意义 但是呢 这个军购案呢是一定要买 为什么 那边要钱 你就得给 给的话 我也不说白要你 我给你一堆武器 差不多我们打不出去 不用的武器 都给你吧 你就拿着 这个就是目前台湾 所处的一个国际地位 其实就在这个地方 那所以台积电呢 你有晶片 你有芯片 过去呢 我们能看到 英特尔在美国 很多年前在美国 英特尔这公司 它是芯片是 我们听的比较多的 后来就出现了 类似像三星啊 像台湾的台积电啊 慢慢慢慢 都进入到这个领域了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要求你把芯片 把这个你这个客户的资料 甭管什么什么 一切一切 它要什么 你给我拿来 拿来干什么 没说 它就要拿来 拿来去扶植 它美国国内的一些 通行业的厂家 还是说拿到这些东西以后 做什么其他事情 这个是没有人知道的 从大环境来说呢 看来目前 整个台湾政府的调子 就是你就给吧 反正我们绝对不会说话 说也没用 他不会说的 爸爸找儿子要东西 给吗 一定得给吧 爷爷找儿子要 爷爷找孙子要东西 给吗 一定得给吧 这个事情呢 台湾有些评论 我看了 我觉得有些文章 说的也对 就是他们用日本和德国 来做历史的一个 叫参照 什么意思呢 就是日本在 战后 二战之后 日本和德国这两个国家呢 被强行的限制住了 说你不可以发展军事 但是你可以发展其他的 但是日本这个民族和德国这个民族 这两个民族还是挺聪明的 过去的军事很发展 他的科技很发展 他的人才也在 他的基础工业也在 不发展军事了 发展经济 这两个国家是一下子走到前面的 我记得很多年前 我记得很多年前一听到日本的电器 日本的电子产品那都是质量最好的 无论是从家电还是工业电器 还是等等等等这些所有的汽车也好 冰箱裁电这些所有的跟电子相关的这些行业 这些产业这些产品 日本的产品是非常好的 那个时候韩国还不行呢 韩国还很落后呢 韩国的汽车也不行 韩国的电子业也不行 日本是遥遥领先的 德国也一样 德国的他的基础工业也是很好的 但是呢 在那个时候呢 美国就出手了 美国就是利用很多的方法 不管是政治也好 谈判也好 经济也好 汇率也好 就强行的把日本给压下去了 也就是日本一段时间呢 他的电子产品呢 就不前进了 如果不知道内幕的话 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很奇怪呢 因为韩国就赶上来了 韩国的电子产品慢慢慢慢就接近日本了 那在这个时候呢 其他国家像台积电这样 台湾这样产品呢 也慢慢慢慢上来了 德国他是没有特别的去听从美国的这个 说你不许怎么怎么样 德国人他毕竟他在欧洲 他呢 自己还依然在走他自己的路 虽然他是被限制了 被打压了 他不可以怎么怎么样 但是德国和日本相比呢 日本就是慢慢慢慢的就被美国给压下去了 而德国呢 还在慢慢的慢慢的走 他发展的也没有那么快 但是呢 他还在往前走 许多的台湾的一些文章就说 曾经的日本可能就是下一步的台湾 也就是说日本他作为所谓的美国的盟友 我说所谓的就是日本人心理上 他才不是那么想的呢 他只是由于战后 战败之后呢 美国强行压制他的那个地方 不让他发展 所以很多日本人 他的内心深处 他对美国是另外一种想法 但是压在那没办法 所以日本的电子工业 包括芯片工业 日本之前也是有的 但是呢 都被压制住了 所以现在日本的经济 好像就是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 在整个世界上 日本的产品也开始就是被别人抄过去了 他不往前走了 他不往前走的原因 有很多文章写的也是 不是他自己不努力 是因为被美国压制了 那现在有一些台湾的新闻就谈论说 会不会台湾现在下一步 就是当年那个日本呢 要被美国把它压制了 就是你台积电你走的太快了 台积电如果走太快以后 如果有一天台积电 他认为被中国收编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美国觉得 我的核心的这些技术 我不能控制了 他就会失去一些科技上的优势 因此他们有他们的算盘 他们认为台积电这个地方是不稳定的 如果一旦被中国收编了 那台积电的芯片对美国来讲就是另外一种市场了 他就不能控制你了 所以现在呢 他是要求你把这些技术你拿来给我 作为台湾人来说 凭什么给你啊 给谁都不正确 有人说给中国 给谁都不正确 你就是你自己 但是现在这个美国大老板来台湾 在蔡英文那个窝里边照相的时候 你看看中间割的那是谁 中间割的是张忠谋 也就是说张忠谋 这个台积电呢 现在已经被蔡英文的政治所绑架起来了 你台积电得为我政治服务 当我政治需要你现身的时候 你就现身吧 只要我政治稳定 你台积电现身了 你台积电给出去了 你台积电将来不领先了 无所谓 他只是政治挂帅 所以从上次张忠谋 到蔡英文的官邸 和美国大老板一起照了一张合影之后 还记得那张照片吧 两只破狗忘了一呆 蔡美国人中间是张忠谋 给张忠谋老大的面子了 给你放到中间 总统都在你旁边 美国都在你旁边 干什么 就是要控制住台积电 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 高科技行业里边的一个关键技术 也就是未来 无论是在科技发展也好 战争也好 航天也好 这个芯片 他这个AI系统 这个人工智能系统 电脑系统 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这个芯片的生产 而台积电 他们的技术 目前是已经领先 非常领先 所以现在就是 美国要求你把技术 你给我拿来 把你的客户资料都给我拿来 我得看看 你都卖给谁了 谁在怎么怎么着 谁在掐我的脖子 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但是这个信号 就像当年日本人 日本人知不知道 有人在打压 他才知道 但是他没有办法 日本的首相也是没有办法 日本的首相是 换频率最高的一个国家 一年当中换两次到三次的首相 说换就换 换完就上了 一年就下去了 对吧 你从安倍到现在就又换了 为什么会换 就是他没有办法 这个人 所谓的日本的首相 日本整个他被控制在一个 他的脖子 他套了一个枷锁 这个枷锁有人瞪你 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你就不行 所以这个日本的首相 不好当力 他两边不是人 他对日本国内有时候不好交代 当他不好交代的时候 他没办法 他辞职了 我不干了 我不玩了 我不受你加把气了 因为他没办法 他首先他是日本人 他应该理论上来说 他应该考虑 日本民族的最大的利益 利益化 日本优先 对吗 但是不行 经常日本这个首相 是说两边的加板器 国内戳他 外边点他 你不会动 你得这样 所以日本首相不好当 就是这样 德国他好一些 他不是特别屈服于美国的压力 所以德国在有些技术方面 他依然还在往前走 他只是军事不往前走了 但是日本 就从很明显的这一二十年来 日本的电子产品 电子科技落后了 过去我们特别信赖 日本的产品 但是发现 日本产品在近十年当中 不进步了 不往前走了 这里边是有原因的 那如果深层的分析的话 和外来的压力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那今天台积电 遇到同样的问题 但是台积电也没办法 为什么 台湾这个头 这个所谓的总统 他会逼迫你叫出去 你必须叫出去 你不能让大老板不高兴 所以现在这个事情 吵得比较热呀 也就是看到了经济部 假装 不知道 蔡哥哥不知道 但是赵少康有一个文章 赵少康说 你菜对中国大陆 牛逼大了 对老美那边 我作医 对那边作医 对那边贾装赚担拳头 假装赚拳头 现在今天早上这个新闻 有一个事情 有一个话题 在中天里面讨论 我看了看以后 我觉得 有些人他们说的也有道理 就是现在台湾 正在审批军购案 这又是一大笔军购案 在审批军购案的时候 共军的飞机就狂飞 这一狂飞以后 得造成了台湾内部 赶快把这军购案 都没有什么反对声浪的 赶快通过 再来一批落后的武器 好像那边 好像老是在配合他这事情 你要是不配合的话 起码这边还能够 有人说两句话 怎么着 我干嘛要花那么钱买武器 恰恰在的时候 是飞机越飞越多 越飞越多 弄的空气 非常有利于民进党 通过军购案 这个就是挺恶效 但是人家有人家的解释 现实当中这个地方 这批军购案 很顺利就通过了 又一大笔武器又进来了 什么还不知道 买的什么还不知道 但是反正这笔钱先批出来 下边就准备买吧 过两天我估计 美国的高官就来了 明天或者台湾就今天了 法国的推销团就来了 我说叫法国的推销团 新闻上是说法国的议员代表团 其实我认为这个不是议员代表团 就是武器的推销团 先头部队先到达台湾了 哎呀我支持你 蔡准备了总统府接见 还颁与什么勋章什么的 颁这个就是紧接着法国就有一大批的武器要准备进入台湾 什么武器呢 我之前说了我高度怀疑就是那批潜艇 就是以前给澳大利亚制造那批潜艇啊 中间人家撕毁合同了 撕了 撕了以后不跟你定了 那潜艇呢已经生产到一半了 虽然澳大利亚给这赔款 但是生产到一半了也不能就砸成废铁了 卖出去啊 卖给谁呢 台湾 台湾有可能买 所以呢政治上的配合一下 就哎呀我支持你参与国际活动走出来 然后呢底下你买我的潜艇 法国要是真正的支持台湾的话 也别这样了 就干脆到联合国提议 说让台湾直接进入联合国吧 法国这个他不会说的 你放心好了 他绝不说这个地方 他只说你可以参与国际活动 可以参加这些国际的这些大事 别的我不管 那是你的事情 但就这样东西呢 你看看 菜只要一激动的话 这笔订单未来在法国 台湾和法国之间 一定有一笔巨大的军火订单 很可能是这个潜艇 这是我的判断 未必正确 尽供大家参考 好今天先说这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